郑律师先找我 是接受我回头了吗 再等一下 这边请 你怎么在这里 哦 跟踪我 我跟踪你 你才有跟踪我的前科 郑律师 就是他 是我们特别约两位过来的 是这样的 因为你们基本上是同一个时间 来委托我们事务所办以离婚 那至于公平性 我们也不想隐瞒各位 所以才请你们两个一起过来 不用麻烦了 我现在就请你当我离婚律师 签我一次复刑 不管他出多少 我输两倍 靠 离婚你就可以撒钱啊 我那时候要买个露营车 你跟我罗里巴说的 你还敢提露营车的事情 那笔款箱那么大笔 你有跟我商量过吗 哎 钱是我赚的 我要怎么花 你可不可以 不要那么幼稚啊 你还生讨性能那么好 等下 两位冷静一下 我们事务所 绝对不因为钱的关系 而拒绝客户 他们两位到底是多讨厌对方啊 那我接着继续说明 今天主要召两位来呢 是为了要评估你们的平心 进行委托 那如果你们有一方 不愿意配合的话 我们可以立刻停止评估 直接为另一位进行委托 既然达成共识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肯定要先麻烦您 跟郑女士到旁边等 谢谢 这边请 那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会用录影的方式 一边之后做查证 请用第三人称的方式 介绍自己的优点跟缺点 我是一位 他是一位老板 擅长行销 以及做到企业的形象 缺点的话 可能就是个性有一点激进 做什么事情 都想要用最快的方式去完成 所以 常常会表现得 过于自我 不听朋友的意见 请用第三人称 形容你的婚姻 表面上很和谐 其实一直不断地在争吵 可能是因为同公司的关系 有合作 有竞争 对自己的想法都非常有自信 也很少去妥协 就好像 就好像 谁也不想输为谁一样 还记得以前好像常常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 以吃饭的样子 结婚之后 工作变得越来越忙 饭桌只剩下被拿一堆放杂物 之后就 很少看到两个人在一起吃饭 请用你自己的角度 形容第一次看到他的样子 嗯 热情的笑容 双朗的个性 可爱的救援 如果离婚 你还会跟他引落吗 你的意思是说 不会再见面吗 那我换个方式说好了 如果离婚的话 你们还会是朋友吗 我希望 我们离婚之后 等过一些日子双方气消了 我们还可以是最好的朋友 即便不能在一起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前进 还可以一起出来吃饭 聊聊彼此的近况 等到哪一天我们都不再生气的时候 可以跟对方 好好地说一声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对方 曾经那么的努力 谢谢对方那么的包容自己 谢谢对方 谢谢对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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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 那么的爱自己 你怎么会 除非你冲过来抱着我 跟我说我们会撑起公司 心里的疼 是一个家 不是我们的约定了 是该面对 还是让了回 谁在乎谁 沉痛了没 告诉自己 别想太多 往心里走 就给个机会 你收下起哭 可挽留太多 所以 我们会好了吗 不好意思 请问 这费用我怎么算 没有存案 证书咨询费就好 谢谢 那款项的部分 我再会给两位 没问题 谢谢 走了 男物人 你要谈离婚 你 请问